大家好 現在又是蔣麗雲會黑室的時間了 今集我們談什麼呢 我們今集會談一些有關青年問題 但是青年就不是我們中國人的青年 而是我們少數族裔的青年 而這些青年也是我們香港的土生土長 永久居民的青年 我們中很多華裔中國人的青年 我們都面對很多困難 會不會他們這些少數族裔的非華裔的青年 所面對的困難會更多呢 我今天請來的嘉賓就是 青年發展基金有限公司的主席 簡大力先生 簡先生 你好 早安 你好 歡迎出席我們這個節目 多謝你邀請 大力 我叫你大力 大力好像很精神爽利 好像很強壯 我想知道 你好像自己都是少數族裔的爸爸 可以這樣說 我爸爸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當兵 當兵 從新加坡一直到香港 他本身是巴基斯坦人 來到香港之後 和平 當時執行和平 執行之後 他們說你想留下來 還是想回到巴基斯坦呢 我爸爸見到香港這麼多美的中國女孩 當然是留下來 我留下來 我看到你媽媽 你媽媽真的很漂亮 娶了我媽媽 他就是由廣州下來 其實就是溫血兒 大力 你近年來 你又成立了這個青年發展基金 的公司 我知道 你這間公司 你將來主要 你都是關注 非華裔的青年的發展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我看回頭 我自己很幸運 我自己雖然是小數族 俗稱叫小數族 不過我在1974年 就加入政府 當時叫做監獄主族 做了34年 現在退休真的很穩定 香港給了我很多機會 不過現在發現 現在的小數族 就似乎 那個機會越來越少了 他們現在這些青年 他們面對的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 好像他們很多人都說 他們投考不到公務員 就是好像你都說 你是公務員 但是好像他們很多人 都投考不到公務員 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正正就是 那個政策上 是要大家去看清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九七之後呢 如果沒有中文呢 第一 進不到大學 中文還要拿三分 不是普通中文 第二呢 就是 投考所有公務員的工作 都是要有中文這一課 那問題呢 如果你肚生肚長那些呢 你講啊 聽啊 他們都很流利 不過要他寫中文呢 困難有困難 我自己的 就是有一點點 幸運呢 我媽媽是中國人 所以都是幫我一把 嗯嗯 他們呢 你懂得寫啊 懂得看 我當時都很流口水的 中文 因為我們 那時候學校呢 都可以選擇 可以讀那些 Hindi啊 Wudu啊 和中文三科 任我們選一科 是 那我媽媽有些軟件 給我讀過中文 那我當時都是讀到方非中文的 不過現在呢 就說要他們呢 寫中文的程度呢 就要去到很高的境界 那我自己在這裏夠膽講呢 一千個裏面呢 都找不到三四個 可以做到公務員 那他何來會入到政府工 做到政府工 那但是好像政府近年來呢 都會出一些政策呢 就是降低他們加入這個 公務員團隊的那個 中文要求 最近都會 這個很受關注 和歡迎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降低了的意思就是說 他都需要這件事 不過他進到去呢 可以給他培訓 譬如你做一個警察的 你寫的那些中文呢 和記者的中文不同的 因為你警察下口供的 供詞的那些中文 因為這些俗稱英文叫做 Functional 那麼他們在裏面呢 就會培訓他們 學這件事 那麼就降低了 入職要求 因為九七到現在呢 是近這兩年左右呢 警察呀 陳教署呀 都是有降低了 去迎合這一批小數族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正正香港呢 是一個國際上司嘛 那麼有很多小數族的人呢 都會犯事 那麼你本身都要需要一班 小數族的人去管理他們 知道他們的文化 疲性 去怎樣去比較合情合理 去照顧這一班 譬如在囚人士呢 犯罪人士呢 那麼 那麼所以呢 現在呢 就有些改進 那麼例如 懲教署 最好呢 以前呢 由一個散仔升邦版呢 就要他寫中文 嗯 去表達他自己 如果有一個情況發生 例如一個飯堂 三百多人打起來 那你怎樣處理呢 嗯 那麼你這個關呢 就死了 沒有人升到 嗯 不過現在呢 就改了啦 口述都行 口述 那這個就是真的 是有一個大進步 我相信也都是 可能是一個需要啦 就是小數族裔的人士 越來越多 就是譬如說 我們知道啦 在外國的一些唐人街呢 很多時候當地政府呢 也都特意呢 會請一些 中國人 正確 那就是中國人 他跟他們中國人去唐人街 就容易溝通 沒錯沒錯 完全一樣 同一道理 是的 那也都是可能呢 有些小數族裔的人士呢 假如他們萬一 就是不幸運啦 就是犯了事啦 那你說譬如說 入到去監獄 那其實都很徬徨 自己都心裏面都很害怕的 是不是 那大家都碰到一個 譬如說 有些小數族裔的人士 為他們服務呢 我相信呢 起碼呢 就是趁他們 就是更新的機會 或者是 就是 給這些 幫助 支援 我覺得都好些的 補充少少 甚至不只是坐牢 甚至他一個小數族的人 他要去社會福利署 有些要求 他都要有人跟他翻譯 去講 例如去到醫院 他有什麼情況 他都不懂去表達 是 那你都要找一些人 是可以 可以跟醫生溝通到 這樣才可以幫到他 其實香港 國際社會的意思 就是大家 共融 大家去發展 大家把這裏 搞得 越來越有聲有色 大家有平等機會 這樣便最好 我又知道 政府 為了 通少數族裔 特別是 下一代 那些年輕的 那些青年 更能夠融入 這個主流社會 都已經是成立一個基金 加強給他們在學校學習中文 那樣 那其實呢 都是政府叫關懷 這個小數族裔的一個政策 大力啊 我知道你呢 就是成立這間基金公司 其實都是想幫多些小數族 做青年 最近呢 我們都一起合作 搞了一個叫Talent Show 是 是 其實我們發覺呢 就是 小數族裔的青年呢 他們那個表演的才能 是很厲害 是 這個我都不斷地去提醒人 是啊 很驚奇 而且都很成功 還有呢 那天我們都有幾百個青年 他們都非常之開心 熱衷 大家在一起 那我覺得呢 這些機會呢 都是給他們做多些好的 是嗎 這個才是第一步 因為為什麼呢 你怎樣去把那些東西 融合去他們日可以維生呢 嗯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領航者 讓他們知道呢 他們是有非常好的情勇 去發展給自己 嗯 那我們要接受一個現實呢 就是說 一千個裡面呢 其實呢 尤其是貧府那些 他是進不了大學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香港大學有八間大學 他們如果讀EFS 就是那些English Foundation School 他們可以排一個叫做 Non-Jupper 那條隊呢 沒有中文都可以進到大學的 嗯 那如果他說 喂 我香港不收我 我就可以 老爸老母有資源 供我去外國讀書 嗯 那讀完呢 現在香港又說呢 去吸納第二代第三代 回來香港 人力資源 給他們香港工作 其實我們最大問題呢 如果我們那些青少年 走完去外國的 十個八個都不回來 嗯 那我們為什麼不搞好這班人 給他們一個機會 他們在香港發展呢 其實我們那個最主要的 那個看法呢 就是說 我們要 成立了三年呢 今年呢 最主要的主題呢 就是說 有五環的東西 去告訴他們 他們可以站上來呢 和別人平起平坐 不是代表讀書員 讀書是另外一個環節 如果他是想做專業的 當然要讀書啦 嗯 他們想做律師呀 會計師呀 職師呀 職師呀 那些一定要讀書 這個無可避免 不其他還有很多品種的工作 他們可以做 是的 其實香港的少數族裏呢 他們的上一代呢 是對我們香港的經濟貢獻 是不少的 那所以 同樣地 他們今天 他們的下一代 在香港 我相信一定 也都可以為我們香港 未來的發展 未來的經濟 各方面是做出多些貢獻的 那麼大力 那我很多謝你 出席我們獎勵雲匯客式的訪問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未來 能夠提多些意見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意見 就轉達給政府 希望政府呢 也都會關心多些 有關少數族裏青年的發展的 多謝你出席 很多謝你 給我一個機會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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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